李姐姐轉用股份給我的時候 簽了一張圖兒書 將他名下所有的事無條件給我 明明是姐夫的教我你 你還要跑來自首 那個禍是我種出來的 這件事要有了結的 死靖哥結婢阿潤 他是願意出來指證賀長兄 是居使他們打劫無名的 危險 平時英明神武的洪耀心舊成這樣 我見你一次會就心涼一次 你已經害得我們根無鴨血了 甚麼仇都報殺, 你來幹甚麼 我的仇還沒報完 你看 看看 天仔 蜂王是天仔畫的 我已經有個大象的大象 向我送給他的 怎麼會這樣? 我之前寄過很多封信 但完全沒有回音 他們還把我送給天仔的東西 全部寄回來 我知道你了, 還很想念天仔 但之前我看見你和我大表妹 好像很不開心 我就嘗嘗一下自己聯絡小曼 真是想不到 原來小曼這人很通情達理 他肯幫我 他跟天仔已經解釋清楚了 他說當天在機場 他知道你原來不是故意打他 不是故意罵他 他還說其實天仔真的很想念你 所以他特地畫一幅畫來送給你 小曼還答應我 他說遲下就會嘗試 說服你的奶奶 把天仔交給你 謝謝你 你放心吧 剛才我買了一本記事寶 寫了很多欠偶的東西 將來你會有時間去玩 這位先生, 想買什麼?我可以介紹給你的 我先去看看 是不是想買給太太的呢? 不如這樣, 看看那些鏈嘴吧 讓她可以經常掛念 我想買這款, 如果多買一點 有沒有折扣? 我們的價錢已經很實惠 不過如果你想配合一套送給太太的話 我們可以算你便宜一點 我想買二百條 二百條? 給我看片段 我姓徐, 在台灣開珠寶店 我想進一些又便宜又漂亮的貨回去買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麼多貨呢? 絕對有的 你一次過買這麼多 我們可以給你一個白字 我這麼遠來入貨, 只是水腳也不便宜 如果有什麼差池, 我很傷的 所以我要求你們, 如果給不了貨的話 我要求雙倍賠償給我 雙倍? 我可以先給你們一半訂金 我也想做成這件生意 我只是想要個保障而已 那好吧 這麼大的生意?這次發財了 如果賣得好, 徐老闆隨時回頭拿貨 那到時我們豈不是不休沒生意做? 是嗎? 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大家 德叔說以後不出貨給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 德叔說榮興法要封殺我們浩月 如果誰出貨給我們, 只是跟他過不去 誰敢得罪他呢? 我們還剛才做一件大生意 現在我們哪裡有這麼多貨給人? 我們還答應了人家 如果我們沒有貨給人的話 我們要賠三倍, 現在怎麼辦? 我現在真的變成兩個壞消息了 什麼?你要我靜悄悄出貨給浩月? 我知道你很難做 但是祥興要封殺浩月 我們真的沒辦法才來找你 我們很難才遇上這個大廈 如果這件生意成功 我們浩月就可以有望發生 但是如果我們無法付貨給人的話 我們就要賠相賠 那就會連現在半個捧位也沒有了 畢竟你是榮興法的總經理 現在只有你可以幫到我們 你們不是不知道 祥興在墳年紀那麼記仇嗎? 如果讓他知道我幫你們三姐會的話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對付我的朋友 世姨, 你念在浩月 是阿白一番的心血 你也不想看著他毀於一旦嘛 是呀, 世姨, 你幫幫幫我們 是呀, 以前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 最多現在幫你賠罪 好了…別用這種眼神看著我 怕了你們 我盡量想辦法, 能幫到的就幫 長兄 長姨, 這兩本帳篷我看過了 大致上也沒問題 阿白, 你不是說你讀書不聰明嗎? 但學習很快又勤力 現在最幫的就是你 那這間店我也有份的 努力一點, 很興奮而已 這裡有兩張單位, 沒有店名字 這兩張是嗎?我記得了 在叔叔介紹嘛, 街頭街尾的小店 我看他拿貨又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也忘了什麼名字 是嗎? 我還以為你拿貨給那三姊妹 他們浩月開了, 聽說生意不錯 我最近都忘了公司的事 然後回到家裡又要找我談論 我也很少聽到他們的消息 那浩月的招牌呢? 長兄, 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我是找人送過去 但之後我真的沒見過他們了 你和我都是榮興法的老闆 要店舖好的話, 我們一定會互相坦白 如果你是一定要幫人的話 不妨開心見誠跟我說 不用鬼鬼祟祟 貨倉裡有批貨 如果有人需要的話, 你不會拿去用 我不在意你做事 謝謝, 下次再來 芯小姐, 收貨了 大姐, 原來你送貨來 我只是在跟單做事而已 有空的話, 幫我問大小姐你們 謝謝 這些是不是我的貨?送來了 徐老闆, 我們不是約好了 今天下午才拿貨嗎?你這麼早? 我晚一點沒空, 所以就早點來 反正你從貨店拿出來 我稍後拿走就行了 還不可以 我要讓我兩位姐姐驗好了 才可以交給你 不如這樣吧, 你再等一會吧 但我趕著走, 不如讓我自己驗吧 不如這樣, 你再等一會, 他們很快就回來了 豈有此理, 怎麼會這樣? 怎麼回事?徐老闆 你們是假珍珠 還交給我嗎? 火? 可能是一場貨, 或是還沒看真 飛雲, 怎麼回事? 徐老闆說我們的珍珠是假的 大姐, 師父… 發生什麼事? 大小姐, 是朱鑾 你們是浩宇, 這麼老實做生意也有 竟然賣假貨騙人? 我們的貨是真的, 你別胡說 我會為我浩宇的聲譽 不信了, 你自己驗一下它 真是假的 怎麼搞的?你們打開門做生意 這樣也行 別鬧了 大家好吵, 聽我說 可能這批貨真的有問題 但我可以給大家保證 你以前在這裡買的珍珠首飾 全部都是真的 真的嗎? 如果大家不放心 可以拿回來 我全數退回給你們 大小姐, 這樣我們的損失很慘重 如果客人對我們沒有信心 我們的損失就更慘重 那我現在的批貨怎麼辦? 徐老闆, 其實你也看到了 我們也是剛剛收到那批貨 我們也是被人騙的 我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合作來演戲 總之合約寫明, 沒貨就商會賠償 對不起, 徐老闆, 你放心 我們會照合約賠錢給你 不過希望你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去籌備 好, 我諒你們也不敢走我 阿姨, 快走… 假的, 快走, 快走 快走, 快走, 退房 阿姨 阿姨 這麼巧? 為什麼你讓我們批貨? 假的?不是吧? 不是, 不是 不是, 你又掉頭走? 你老實告訴我 究竟這批貨為什麼會是假的? 老闆, 過兩天我送貨去你的店 沒問題吧? 當然沒問題 你給我五折 我沒理由有筍貨也不收拾 你幫我做一場大戲 對, 有些巨馬費給你 我看這次浩月一定會收拾 原來你們倆交給你騙我們 對了, 怎麼樣? 你們浩月的金曼不是假貨 老鼠貨 是我們這一行的瘀血 我們一定要清除你 是不是, 徐老闆? 是啊 你們榮興發這麼大的招牌 都給我們一些假貨 難道又算你是恩實商人嗎? 你說我的是假貨? 你有單有據嗎? 我又跟你簽合同嗎? 你別胡說話, 我告你毀搏 好, 尚姨, 我和徐老闆先去八仙樓 你稍後過來吧 剛才口口聲聲 又說不知道貨是不是假的 根本你們是合同的 你們知道我沒有選擇 你有, 如果你覺得為難 你當初大可以不答應幫我們 但你就偏偏選擇了他的幫兇 你明知道我們浩月新店開張 最重要就是信譽 現在周邊的人都說我們賣假貨 我們還怎麼翻身? 你的良心去了哪裡? 尚小燕幫那個混蛋 換了大家立刻報告 騙我們說我們是維他命藥 是我們太天真 被他騙完一次又一次而已 對不起, 我真的不想 我只是不得已 我知道, 你是為了柏倫 難道為了他就可以殺人放火嗎? 我也是人 如果將來讓柏倫知道你做了這種事 你說他會怎麼想? 求求你們, 你放過我吧 算了, 再跟他說也會浪費 他貼上那個混蛋 也一樣沒人性, 沒救救了 別跟他說那麼多, 我們走吧 慢慢來 坐下 我先走了 大家姐姐姐, 我找到貨員了 何弟? 你怎麼弄成這樣? 逛了一整天, 逛到扭傷了 你不是很多, 我很多 經常頭餓我, 看著招牌 你看, 插了腳去坑渠, 損光了 看來也找不到貨了 難道這樣就要倒閉 你們要倒閉嗎? 我還打算給你們貨 我們要貨 黃老闆, 你真的肯給我們貨嗎? 你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嗎? 你是不是受人所託 打算來多踩我們一腳? 我們愛媚才雄世大 從來都不需要看人面色 喜歡給貨給誰就給誰 你們要貨的就過來找我吧 那就好了, 我們終於找到救星了 黃老闆, 謝謝你 就這樣, 你該去找個車子拿貨 我幫我走 我幫忙 我在愛媚等你 黃老闆 算我多肯問他 為什麼你們愛媚突然肯給貨我們? 慶祝新號園, 終於有新貨員 四個翻山,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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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最大的功勞都是大表哥 全靠他才可以哄一頓 愛媚的黃老闆, 比貨我們 愛媚一向都是我們死對頭 已經很多牙齒人了, 是不是? 照計號園 弄到現在這樣的電力 他應該很新娘 為什麼要出手幫我們? 對了, 新哥 你有什麼本事哄一頓黃老闆? 雖然我沒了雙腳 但我還有嘴巴 只要我說 算是誰叫小鳥, 誰哄下來 是呀, 每個人都知道我阿生的嘴巴過人 而且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見錢開眼 總有些人會坐牢負躍的 阿生, 真棒 咖喱雞, 你先吃 來 新哥, 你為什麼不吃東西? 沒事, 我想在士多賣發煙 新哥 好, 我幫你去買就行了 兒子, 你們麻煩吃 把菜給我 我們吃東西吧 吃東西… 謝謝 謝謝 怎麼樣, 你沒事吧 沒事, 最近我的腸胃不舒服 你怎麼走過來 你不是故意幫我嘔吐這麼噁心嗎 為什麼你要找黃老闆做這種事 你怎麼走過來 你想我給你們好遠嗎 阿生, 你真會說笑 黃老闆, 我知道我們以前好遠 跟你有很多瑕疵人 不過現在是生死關頭 我希望你大人有大力 我剛才不知道為什麼不小心 在外面踩了一刀狗屎 阿姨, 如果你給我奶乾淨 我就給你們好遠 去吧 來, 奶 快點奶 你瘋了嗎?我跟你開玩笑 你真是奶熬底? 黃老闆已經說了整件事, 我知道 他只是隨口說一句話 但你竟然當真意 搞得他也不好意思反口 所以才不給我們 什麼? 那天晚上我只是喝酒 在這裡發神經而已 別再提了 還有, 這件事你不要說出去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不是很討厭我們朱家嗎 你不是想說覺得我很偉大嗎 你告訴我, 你肯這麼委屈 是不是為了我? 你就當我前世欠了你 為什麼你不肯承認 你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如果我說是 你是不是打算以身相許 我不喜歡欠人的事 你說我做了這麼多事 我至少還給你半生 我不想下一輩都還要對著你 口說無話 都說寫好欠單就安全一點 不要想讓我離開 我怕是用我的雙手 佔到灰塵都也享受 你害怕是用我的雙手 佔到灰塵都也享受 我突然期待你船出口 風光背後覺得未上頭 真壞人 究竟剛才在大牌檔 為甚麼吃吃吃飯 和表哥跑去哪兒去了 還有你們倆 靜悄悄的撇甩我們 說, 是不是拍拖 哪有撇甩你們 我們看他不舒服, 去看看身體 那你又沒有, 乖我們 但又沒有否認拍拖 那就是說你們倆真的有事了 那甚麼時候開始 甚麼甚麼時候開始 我還沒審理你 你甚麼時候和玉仔搞得這麼不規矩 搞得幾乎胃氣漲 你真是的, 我跟你說 你們怕甚麼醜 其實找到一個盤 也不知道是挺開心的事 不像我, 沒人沒物 大姐姐 甚麼 我沒事 看見你們找到一個好歸叔 我也不知道多開心 不過表哥這人有點狡猾 玉仔老實那頭 老實才好, 他不會騙我的 其實表哥這人不是他表面看得那麼差的 他心底不壞 看看你們, 還沒嫁就幫著他 正所謂女生外響 小時候玩了一整晚都沒事 玩幾下全都糊塗了 雖然現在我們甚麼都沒了 粗糙飯了, 反而比以前開心 其實只要我們三姐妹齊齊整整 就已經是最開心的了 不要讓阿姨遲到 各位, 今晚我和碧琳又結婚了 小姐姐, 你怎麼又有聲音好聽嗎 沒錯, 這次是我和玉仔第二次結婚 不過這次有點不同 就是我終於知道自己是嫁給一個 自己喜歡的老公 玉仔, 你就發財了 看阿三表妹這樣稱讚你 別說了這些, 今晚酒微賽博 大家多喝一杯 多喝一杯, 多喝一杯… 玉仔, 現在有名有實了 你們倆何時快點生完個孫子 給他們收一下吧 當然越快越好, 玉仔趁年生 肥叔肥嬸說得對 快點生完個兒子 我們都想抱抱一個兒子 正所謂好事就要承傷 大姐, 若然你想好事承傷的話 就應該叫阿新哥和阿姨姐 早點拉起來 你們說出去哪裡了? 對了, 姨姐姐 你和大表哥都經歷了這麼多事 都是時候的了 過得正是時候, 怎麼看? 你這個臭小子, 有問過我嗎? 現在當我透明了嗎? 我什麼時候也尊重你了 對了, 現在的媳婦茶喝 你開心不開心嗎? 我沒說不開心 不過看誰的媳婦針給我喝 二, 碧霞又聰明又孝順 她一定是一個好媳婦 不過我沒有做媽媽的 喜歡買大餐小的 現在你又不是沒得選? 媽媽, 夠了 你看清楚你的兒子 真是, 今時今日我什麼身屍蘿蔔皮 人家在碧霞都沒有熱氣過我 我知道今時今日我們都沒得挑剔的了 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阿姨, 我知道你也是緊張表哥姐 別這麼生氣了 我知道你喜歡吃魚, 多吃點吧 你會做, 我也會做的 媽媽, 你看阿碧霞對你多好 你還敢說人嗎? 今晚應該高高興的吧? 來, 我們再喝杯 喝杯… 飛林, 今天真是美女 不如跟自己喜歡的人結婚 是最幸福的事 如果下次有漂亮的男養豬 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 一、二、二、三 你眼尾也沒望過 這些人還管他們幹什麼? 我們這麼多年夫妻, 母情也有異 她對我一點留戀都沒有 大爺妹, 這種人值得為她傷心 我先跟你去洗手間 表哥, 你先回房間 看著姐姐 我穿得這麼快 你穿了我嗎?穿了我穿得這麼快 你講什麼? 為了那三姊妹 令我一輩子要坐輪椅 為了我碧霞喜歡你 你不是那麼天真, 對不對? 碧霞,你走開 我還沒說完 你和我也清楚碧霞是甚麼人 要不然你的腳跌倒 他不會這麼照顧你,這麼看著你 你講夠了沒有? 我沒講夠了,我陪你一起走 其實碧霞是內疚 他不是喜歡你的,你明白嗎? 你走開 就是異犬報恩那一隻 你走開,你走開 這個月的屋子也好,跟家蓉 不是,我這個阿姨要和你三姐妹計較 開港也說一闊三大 這些錢也不知道夠我買菜 還是夠我交電費好 對了,現在店鋪也開了 你還用不著這麼多這些東西回來做? 我也是在店鋪剛才開 民事起頭難,我想儲多個錢 所以才繼續幫人做翻譯 如果煩到你的,不好意思 你又不用這麼和我客氣 阿生為了你弄成這樣 我看來他也醫不上了 他不像以前這樣賺錢養我 要我養他 那我做媽媽的,是不是也想他下半輩 都過得開開心心 你看看這裡,出出入入上上下下 他坐輪椅的,必然得方便才行 我明白的 稍後等皓月的生意上了軌道之後 我們幫你和表哥找過一塊大點 有升降機的單位 到時候我和姐姐再找地方下腳 那就不用再煩你了 讓你們發財風光 到時候你還記得今晚說的話才好 表哥為了我 弄得下半輩子都要坐輪椅 我知道我欠他的,我這輩子都還不完 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以後一定會好好照顧表哥和你 你放心吧 是嗎?你們真的會用原價收回珍珠? 當然,只要你們幫我們買珍珠首飾 在半年內留下單位 我們會全數和你收回 一個先也不會少 還有,我們買出的每一顆珍珠 都有產地來源證明 你們可以追查一顆珍珠從哪裡出產 保證一顆貨真假實,同手無欽 要不然你們買一雙小小的耳環試試 如果你們到時候真的不滿意的話 好,拿回來,我們一定會退錢 好,看看 來 還挺骨頭,好,我就要這雙 謝謝… 怎麼這麼開心? 新哥,你來得正好 我們終於重拾閒的信心了 真的? 不如這樣吧,我送個好消息告訴你們 威廉師公爵來了香港探望他的弟弟 你剛才說的好消息是什麼? 威廉師公爵找過我 他說很想找大表妹和你吃一頓飯罪舊 他還在好意思在香港搞一些生意 如果合作得成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浩月翻身的好機會 大家知道嗎? 你們一定要去 真是好事陸續來 我向大家介紹,這位約翰先生 是威廉師公爵得力助手 很高興認識你 不知道這次公爵來香港 有沒有打算買珍珠首飾? 其實這次他叫約翰先生約大家來 都是想和大家談談生意 因為公爵知道香港 可以養到三A級的珍珠 所以想在這裡投資養豬場 這個計劃會交由約翰先生全力負責 公爵還打算做生產銷售 不過最麻煩的 公爵從來沒試過在香港做好生意 更不要熟悉珠寶手飾業 所以他打算找一間本地的珍珠商合作 一起成立公司,發展一個計劃 所以很自然就想你豪宇 豪宇肯珍珠這一行經驗豐富 如果可以和公爵合作的話 就最好不過了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幫到公爵 怪不得公爵不信你們 你們幾位的想法和公爵真有一致 所以你們會是公爵考慮的首選 我知道你們想我出錢支持豪宇 和威廉師公爵合作 發展本地珍珠 這次的投資要我很大筆錢 不過龍少女放心 你下來的每一分每一毫 將來我一定會有一個豐厚的回報 是,這次還有工作 做李文官的弟弟撐腰 有政府支持的話 這次的珠祥一定會有很大的發展 但是你們想我出了所有的資金 如果我們豪宇可以拿出錢的話 我和阿碧夏就不用坐在那裡求你了 而我們現在的條件 實在拿不到什麼資金出來 但如果將來賺到錢的話 應你怎麼分配 我們可以依龍少女的意願安排 你們什麼都不出就想做大生意 你們的如意扇盤也打得不錯 龍少爺 我不是要你們出錢 我是要你們的招牌 浩宇在香港做了這麼多年的珍珠生意 有誰不知道你們賣的珍珠 是最漂亮、最好的 浩宇的招牌就是信心的保證 這值錢的資產我沒理由放過的 這層當然沒問題 好, 那就我出錢 你們出個招牌 夾分組間公司 爭取做威廉斯公爵的生意拍檔 謝謝龍少爺 我來看你 為什麼這麼多人 好像威廉斯公爵 這次來香港也是住這間酒店的 威廉斯公爵? 他這次來香港是探望他做李文官的弟弟 好像還說想搞珠寶生意 有什麼希望? 生? 我們剛剛租在這裡做臨時寫字樓 等計劃正式開始 我們會正式租回寫字樓 你們先坐一會 我們要等齊人才開會 凌先生, 我們還要等誰呢? 對不起, 我們遲了 好, 凌先生 想不到威廉斯公爵這麼念舊 找他們來陪我開會 奕翰先生 姐姐, 我沒事, 不用貪心 碧下, 你放心 你這個大姐姐厲害了很多 我最近收到很多珍珠商的電話 他們對威廉斯公爵的計劃 都很有信心 其中是包括榮興法的何先生 其實全香港只有皓穴 和榮興法有交的養豬場經驗 所以威廉斯公爵今天請大家來開會 從以往的經驗看 在香港搞養豬場 根本是是你不討好 就算有政府支持, 風險也很高 怎麼了?你害怕嗎? 害怕就不要坐在這裡浪費時間 我只是擔心威廉斯公爵投資這麼大 如果有什麼閃失的話 就吃到渣都沒有了 這裡是我們打算開發養豬場的水泳 我們已經找人做了倉庫堡 公爵真是實際看過的 沒錯, 方剛說近年那裡的水質 很適合養殖真書 所以威廉斯公爵對他的計劃也很有信心 在那裡大舊養豬場 一直都有把生前的心願 我們一定會盡力配合 令公爵的計劃成功 何老闆, 你沒有信心是對的 之前我們跟威廉斯公爵和他弟弟溝通過 他們說明的, 我們的浩月是他們的首選 令三, 既然公爵只是想和浩月合作 你何必叫我來? 學校班也稍微無數 倫庫堡的規模 你是榮興法多, 遠成家浩月 所以公爵還沒有決定 至於嫁哪一家 都要視乎你的實力和誠意 說實力, 你剛才也說 我們的規模比他們大 你又說誠意的話 如果公爵覺得這個計劃有得搞的話 我們榮興法全力支持 這個態度又會變得這麼快? 是不是擔心我們浩月 會搶走這個黃金機會? 這麼大項投資, 你們有本錢了 公爵不是玩泥沙的 這樣?跟公爵合作的一方 是需要在計劃殺人之前 先注資進入我們公司成立的 發展基金會好多 所以若翰先生都很想知道 大家打算投資多少, 落約計劃 我們已經準備了四十萬的資金 而且加上浩月的招牌 工作一定看得出, 我們誠意十足 我們榮興法, 出夠六十萬 你能提出六百萬? 是, 既然這項計劃有得搞 而威廉師公爵又想多賺點的話 我們再出二十萬, 承擔多一點 我想他不會拒絕吧 榮興法說得很有誠意 楊翰先生, 玲先生 再給我們時間吧 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 會提出這麼好的條件 楊先生說, 請你們兩家三日後 再交個計劃書給我們 之後我們再做決定 出到六十萬? 那就是二半傷人 龍少爺, 我們不能輸 所以我們希望你… 你們想加嗎? 我們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 不可能 我公司剛剛才開了兩家身分店 哪有這麼多流動資金? 再說, 我是和你們合作 有什麼理由, 只有我一個人加碼? 龍少爺, 就是因為我們不夠資金 所以才找你們合作 不如給個面子吧 我就是好給你們面子 才拿四十萬出來 一句話說得這麼多 要跟榮興發鬥, 你們自己想好 龍少爺, 和威廉師公爵合作 賺的不僅是錢 你們不用多說 我不會再扔錢出來的, 你們走吧 碧雅, 我們玩不起了 不如不要入籤吧 我在想, 姐姐她是不是說得對 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為興發多錢 一定會輸, 不如退出輸吧 千萬不要這樣 眉毛我知道, 都不僅是 我愛自己的地步 你不可能會越來越來越多了 我只會越來越來越多了 沒有, 我要如何越來越了 越來越多了 我也希望妳想要通過 對面, 女鬼 我的天然不會是 會越來越多了 我應該會越來越來越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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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放一條豬鏈進保險箱嗎? 明天我們一起去銀行吧 豬鏈是伯伯送給我們三個的嫁妝 現在連碧琳也嫁了 那我們還可以送給我們的子女 和媳婦似的 爸爸留了一條鍊給我們 除了象徵我們三個在會掌上明珠之外 這條鍊還會代表著他的心願 爸爸花了一生的心血建立浦月 希望將好月發揚光大 最希望就可以培植出 本土出產的珍珠,發光發亮 好,Bica,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們不是沒做過養豬場 不過浩月剛才開店做生意 萬事起頭難,慢慢來吧 是呀,我相信只要我們肯努力 遲下一定有機會 遲下?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機會的事不是經常都有 你是不是還沒甘心 還想爭取威廉師公雀這個搭檔 但是我們又沒錢 龍少爺又不肯再扔錢下來 你二姐姐的意思 是想賣掉這幾條豬鏈 甚麼?賣掉這幾條豬鏈? 不行的 這些豬鏈爸爸留給我們的唯一禮物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會想到這一步 難道你不想幫爸爸 完成他的心願嗎? 是呀 但是我知道你們覺得對不起爸爸 但是爸爸為了浩月 為了我們,牢牢本身 我們身為他的女兒 如今還可以為他做些什麼? 如果這三條豬鏈 可以幫到他達成心願的話 為甚麼我們不試試? 表哥說得對 這次是浩月唯一的機會可以翻身 如果我們不可把握的話 那又算對得住爸爸嗎? 留不留得住這三條豬鏈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三姊妹齊心 只要是你們的決定的話 我都一定會聽,一定會支持 姐姐 你真的這麼相信表哥? 我…好,我順利 謝謝 老婆,你們怎麼回來了? 你們不是約了阿新哥 去酒店見約翰先生嗎? 我們約了他今早一起出發 但起星的時候已經不見了他 就想看看他就回來了 他沒有回來 不過待會兒他打個電話回來 說他自己直接去酒店 表哥搞甚麼?為甚麼不等我們? 可能他怕自己行動不方便會遲到 所以就自己先去吧 那我們去找他吧 我祝你們馬到攻城 想不到你們這麼快 預備好計劃書,辛苦了 謝謝 謝謝你,我們在接觸 謝謝 你們計劃書,我們會回去研究 我們先走了,再見 博先生… 約翰先生,你好 我也是 我計劃書 我們有事先走了 好… 再見,再見 再見 謝謝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今天是節標 我當然要來這裡交份計劃書 龍少爺,是不是不夠錢 叫龍少爺幫忙? 我和龍少爺出了八十萬 我還答應在分紅方面 威廉斯公爵可以分高一點 如果這樣也說不行的話 我真的沒話好說了 威廉斯公爵一天未落決定跟誰合作 沒人可以再頂脫綠 對嗎?龍少爺 那當然 為甚麼你不等我們呢? 我們三妹妹也有份的 對了,為甚麼你今早出門的時候 不叫我們呢? 你還沒跟他們說清楚嗎? 說清楚了嗎? 不好意思 今早我和龍少爺已經簽了合約 成立新的公司入標 成份計劃我沒有預算你們的 那就是你們全部被我飛出局 你說甚麼? 我們給你三條豬鏈去變賣 然後那些錢要來加碼的嘛 你現在說我們沒份? 為甚麼你要合作? 你給我解釋清楚 剛才我就解釋清楚了 這間公司是我和龍少爺合夥的 我倆的真金白銀拿出來 和威廉斯工作合作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叫我把我們三條豬鏈賣掉? 他分明是騙我們的 我們報警抓他吧 你就儘管報 那些錢是你現在 心甘情願的給我的 甚麼既認都沒有 你憑甚麼本事去抓我? 你很無賴 龍少爺, 我們明明談好了 你怎麼可以出義反義的? 我不知道, 他們也不想管 你們之間的姻緣 我認錢不認人的 阿生拿到錢來, 我就和他合作 就是這麼簡單 我先走了 阿生 你太過分了 你知不知道他現在很相信你嗎?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你明明答應過我會和我一起努力 你說我會和我和天仔一起 很過以後的日子 這種發言巧語 哪個男人不懂得說? 你這樣也相信我嗎?是你笨蛋的 你是不是對我真心唸好清楚 我才會相信你? 為甚麼?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我對你真心又怎麼樣? 你有對我真心過嗎? 我怎麼可以這樣說義家姐的 你知道義家姐是她很為你的嗎? 那好吧, 你問清楚你的義家姐 要不是因為我救了她兒坦了 她會不會對我這麼好嗎? 你肯和我一起 是因為你同情我這個廢人 我不需要你這個同情 我更加不稀罕你的事寫 我更加不想你發達之後 一個人就飛起我這個廢人 為甚麼你會這麼想? 是這麼多年來 是你們朱家欠了我的 我為你們是朱家 搞我連雙腳也沒有了 你們沒有應該相撥還給我 我現在這樣做 我只想拿回我自己應得的東西 紅妖心, 由今天開始 我會和你一刀兩斷 現在而已, 壞人 紅了, 我猜碧下這一輩子 都不會原諒你 你搞這麼多小動作出來 就是為了這樣嗎? 女人如衣服 這個世界始終都是淺序實際的 更何況我逼下 不是一樣是假情假義 無論如何, 我要謝謝你 看見那三姐妹 被自己最相信的人出賣 我心都涼了 是嗎? 你這麼快就當我自己報了榮叔的仇 不過我的仇呢, 現在才開始 誰來得我要坐輪椅的 我一定要他相輩服劃 有技能 我可以回來 我沒有想要了 他對你一濃怒 我會六個月 看見那天 為什麼能讓我去 還說我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